我是前天去梭里看他 那就是隔一個透明玻璃嘛 拿電話 但是陳傑應該算是預警吧 就把他拿那個電話通給他 因為他不會拿 他不拿 那拿給他 他就這樣拿著 又放回桌子啊 所以就是那十幾分鐘 都沒有講到話 反正他就等大眼睛看著我們 不然就看到旁邊去這樣子 其實我們那天去探視以後 預警就帶他去醫院了 可能要再做一些檢查吧 那我覺得陳傑在裡面 感覺上大家都很關心他 但陳傑家人去看的時候也是沒有講到話 因為他一個字都不會講 很難想像那個畫面就是 那個就是要講話 但是都沒有講到話 其實我覺得我那天跟陳傑的大姐就聊說 我覺得陳傑進去 也許是一個非常好的安排 第一個就是說 可以為自己做錯的事情去面對 去面對一些法則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如同在心裡的石頭放下來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面對人生的任何要經歷的一些難關好了 或是一些考題好了 就是很認真很誠懇的去做 然後盡量帶給社會 有感覺有溫度 然後有理智 然後會替人家想的一個印象不是很好嗎 第三個其實 就是大姐形同陳傑的媽媽一樣 但是大姐年紀更大 然後呢 身體其實更胖 所以 健康狀況 其實也很不好 其實前兩天呢 就是 他是23號 他8月23號報到嘛 然後呢 我們是一直到8月20號 才確定說他一定要去報到 在這個前三天前 都還是在想說 有可能 不用報到 因為 他本來9月6號 9號 在醫院回診 就希望說 可不可以延後到9月6號回診 又拿到藥 再去報到這樣子 我記得在8月21號的時候 那陳傑一天 就是 整天都坐在那個沙發上面 然後 也不講話 也不動 這樣子 他眼睛瞪大大的 然後家人跟他講話 他也沒有什麼回應 就那天呢 這個 大姐突然 可能以前那個 那個我也開過道啊 他可能多吃了一些什麼 他覺得 痛到已經覺得快要 就是 可能快沒命了 但那時候他連走路哦 去拿電話 找警衛來 叫救護車的能力都沒有 然後呢 陳傑就呆呆 呆呆的看著他 就呆呆的看著他 瞪到眼睛看著他 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大姐跟我講說 他那天其實 有一種感覺是不是 可能再也不能照顧陳傑 他覺得他可能 因為一直拿不到電話 他就等於是趴在地上這樣子 陳傑也看著他 也沒有任何反應 你看他 完全是 身體是好像僵住一樣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 陳傑也家進去 我覺得是 得到更好的 照顧 應該這麼在對他的健康的部分 反而在 在家裡 就只有陳傑 她大姐在旁邊其實 我覺得能照顧陳傑的部分真的很有限 嗨 大家好 我是舞動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 歐巴桑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 號角翔起 祝福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你今天要祝福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 祝三地新聞網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 APP 更多的線歌 就在這裡 啟動